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皆さんこんにちは 我是川崎太太 每周三分钟日本两三四 为你挑选上周日本最值得注目的话题 NewsPix 11月20次在Netflix上映的日剧 First Love初恋截至上周 11月27位置在不到四天的时间 已经登上Netflix日本的平台冠军 但在这个全球风士卒的期间 主办国Katar-Katar 新加坡、香港、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泰国等等的国家 都进入了前十名 该剧的发想来自 与多田光的歌曲分别是 1999年推出的 First Love You are always gonna be my love 及2018年的初恋 Hatsuko Iwa I meet you 讲述一对年轻男女 在1990年坠入爱河 变成彼此的初恋 一直到2018年他们的故事 也对刚好经历这个年代的我们 陷入满满的回忆 用视觉再一次感受到青春时期的 我们和现代时代不同的世界观 在短了的数十天 也让雨多田光的 First Love 冲上KKBOX音乐日榜第一 下载版香港台湾第一 Spotify台湾也拿下了综合榜第一 那也在这周呢很多呢同学啊朋友们跟我说 他们已经完成了二刷甚至三刷 我自己呢也在这周完成了第一刷 没日没夜的看完了全部剧集应激 那呢要对呢这一周跟上一周上课的朋友呢 看到我的黑眼圈受到惊吓的学生们 说声 在看这部片的时候呢 很多朋友都是冲着近年来火红的演员 Sato Takeru而来的 Sato Takeru俗称砂糖王子 Sato Takeru会火红的原因 我这里就不再赘述 想和他有更多互动同学 请自己加入他的官方line 但其实很多人不知道 会促成这个男主角Sato Takeru的原因呢 是我们的女主 Mitsushima Hikari 其实呢这部片一开始呢 是由导演Kan Takeiri 有了脚本后 就觉得Mitsushima 非常适合故事里的女主角 经过了一番讨论后呢 Mitsushima呢推荐了Sato Takeru 来主演男主角 才促成了这个美坛 很多台湾朋友觉得 这是一个自卑的过程 但是呢女主其实是日本电影界的红人 女主角Mitsushima Hikari 最早被台湾朋友认识 可能是2017年主演的四重奏日剧 Karutect 这部片呢也是日剧中的神剧 如果你过了解日本文化 一定可以看得出里面的Meka 大家呢有空可以去看看喔 近年来呢 比较被大家认识的 可能是他今年四月和 Kimutaku 木村拓哉所主演的 《未来への転換度》 《综艺》 《迈向未来的倒数史》 这部作品咯 早在这部作品 以前以前以前 Mitsushima Hikari 在小学四年间的时候呢 就加入团体Folder5 以首张单曲 Parashuta正式出道 此单曲呢 销量也到达了10万张以上 和大家熟知的日本团体 Speed Tapan 和安世纳梅会等艺人都是同事 Mitsushima Hikari呢 在2005年呢 各影童星的身份 出演无数的电影 代表作为呢 《爱の見出し 爱的曝光》 大家在欣赏First Up初恋这部影集 除了要来看帅帅的Sato Takeru之外呢 请大家也多给Mitsushima Hikari 多一点的关注喔 其实呢我最喜欢他的呢 是他那个非常有特征 怎么说呢 细细又甜甜又讲话的 停律很快跟我一样快的声音 那他的声音呢 其实会一直留在我脑子里面 不知道大家看过这部片的朋友们 是喜欢哪一个演员呢 请大家帮我在下面留言喔 最后 对日本每周火热话题有兴趣的朋友呢 记得帮我订阅按赞加分享 那我们就下周见 また来週 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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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周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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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周见